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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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呢 是先定好一边的两点 然后再把水溶膜拉撑 尽量的让水溶膜是自然的展开 不要拉的太紧 也不要有风险的地方 如果没有纸胶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透明胶 所以有时候我的材料膏里面是没有纸胶配的 这个贴紧 自然放松的状态 现在纸胶差不多贴好了 一般情况下来说 如果你的图稿 然后有那些不太明显的地方 我们可能前期会先要用铅笔 就是 可以看到我这一个图稿 就用铅笔把一些部分 勾勒出来 线条的话一定要精准 所有的线条一定要精准 然后把它勾勒出来 在蒙上水溶膜 下面的话呢 这个是 是百乐的热销笔 百乐的热销笔的话呢 这一支是0.38 就是 会 比较细一点 0.38 我之前 之前的话呢 这个也是百乐的 但是是0.5的 以前用的是0.5的 然后百乐的话呢 相对来说 嗯 个人感觉颜色比较稳定 就是 我的手 是手纹比较高 然后有时候 瘦着瘦着瘦着 它那个颜色 就会被我的手 慢慢的给化掉 然后百乐是稳定性 比较高的 有条件的话可以 就是百乐还行 然后呢 或者呢 就是 大家也可以不一定 非要在淘宝买 可以在附近的 就是学校附近的 文具店 去找这种摩勒叉 这种百乐的这个笔 其实也是 跟摩勒叉差不多 它也是属于 这两种都是热销笔 它的名字可能不一样 就是 名字叫法可能不一样 但是都是 那种摩擦了以后 你看这里有一个 顶端 顶端有一个 然后 它是可以把那个 摩擦了以后 把笔记 给消失了 比如说我画一个 然后它是可以 擦掉的 这种的话 热销 热销笔的话 它会比水销笔好 那么一点 因为就是 你做完了以后 不用下水 可以直接就是用 电吹风 就是把它给吹掉 然后现在 我再来画一个 这个是0.38的 然后这个是0.5的 出现可能会不一样 出现可能会不一样 哎呀我的真摸呀 然后呢 但是呢 偶尔它吹完了以后 可能还会出现 然后就需要 反复的吹 高温消失比 0.3的 有一个问题 就是画着画着 它就出水 可能在水溶膜上面 没有在纸上面那么顺畅 然后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但是好处的是 它真的画得很细 然后呢 我们先把图室的外面图 描下来 因为我的那个版型 稍微修改了一下 所以我用新版型的那个 模板 所有描图的时候 都一定要压住 然后 发现没 它的出水 不是特别顺畅 在水溶膜上 因为水溶膜是光滑的 手 一定 如果要描图的话 手一定要压住 因为这个图纸是很早之前 就打一口 然后 一直没有时间做 然后图纸是 找的 画手画的 我们家闺女 然后这个娃娃的画手 是一颗 蛋黄的酥 是我 第一张 画稿 就0.38的 这个笔 是真的 出墨 失灵 失不灵 那它是白色的 因为水溶膜是光滑的 它出的 就白色还是尽量好的 但出的可能都没有 在纸上那么好 好 先把外面图画 然后用尺子 所有图纸上面都有中心线 然后把这些线拆好 然后就可以开始描了 描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线条描在原本图案的外面 一定要贴在它的 里面的这条线 然后形状 一定要尽量的抓准 这样子你绣出来的 你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所以慢慢的 这一步是直接会影响到 后面的 呈现效果 所以呢 一定要 小心 注意 每个细节 都要 勾勒出来 如果需要完全 还原图稿的话 然后两个手指头 把水溶膜 把水溶膜 稍微的 就是 固定住 不要一边画一边水溶膜 有移动 像眼睛这个地方 它的空隙非常的小 所以 脑边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描在内圈里面 偶尔有描错的地方 就进行修正 腰这个稿子的时候 我们家规律拆 两颗牙 所以有两颗小木牙 现在 都已经长了五六颗了 我小心我先把大概的画出来 待会再把它给 细化掉 稿子离我太远了 为了录视频 所有的细节 描图大家最好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 到时候你自己就知道 我要勾边的时候 这个白色的需要 稍微大一点点 我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有很多眼睛 就是有很多朋友 喜欢在眼睛里面画很多元素 其实这是非常难秀的 因为毕竟不是肌秀呀 看到一个眼睛 就大概完成了 然后鼻子 尽量的把它 画在车上 这三个稿都是我跟不同的画手 约的我们家闺女的稿 都很可爱 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什么呀 关于稿子 这个面皮上 这个我个人喜欢用 呃 PS 因为我只用得了PS 就不知道 是不是需要把过程录一下 录一下吧 因为 关于五官比例这些还挺重要的 这些都是根据 摸索来的 也需要根据一些厂膜 画的时候需要心里有数 就是 如果描边的话 如果线条如果不是很平整 然后重新修正了 那心里就要知道哪条线条是 正确的 或者通过大体来看 哎呀 这里面的小手材真是让我头痛 还是让我头痛 五角星如果描不好 就真的不好看 好 现在五官 差不多 然后我们把头发 特别喜欢画手把线条也画出 这样就知道线条的宽度 到时候秀的话就可以保持 嗯 嗯 一般的话呢 瓦搞的并角 跟实际 啊找到码头 跟实际模板的这个并角 可能会有出入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 人工的把并角 做一下延伸 嗯 需要做一个延伸 就让它跟模板的那个并角是 脸上的 脸上的 这里有做一个延伸 0.38的慢慢画 其实也还行 实际上没有的话就用0.5的 1的话相对来说 还是出了一些 像刚刚那颗星星 有可能就很 提醒不出来 它的那些轮廓 就是 我是一定会 主推那个 热小饼 水小饼 真的有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灾难现场 它那个水印可能会 弄得到处都是 水溶膜有一个好处 就是 它能把毛压住 后面我们 会有呈现 我要快点做 等会还有水 眼睛可能便宜一点 看一下 水平 老阿姨眼睛不行了 因为 之前一直没有录那个 秀的视频 是因为 就秀的时候 真的要离眼睛很近 然后呢 就不太好拍 这次看能不能功课一下 看我的部分 稍微修圆 如果你的稿子是没有那个 画手给你把这个 画出来的话 那就 描线是描最外面的一条线 并且稍微演一条 好的 然后检查一遍 看有没有地方没有描好 水盆里面还有一条线 水盆里面还有一条线 这是一个开心快乐的小朋友 看一看差不多 好 然后这个稿子就差不多了 描好了 描好了以后 我们就 来 上班了 然后我 也是花了点时间 才找到了 就是买了很多布料 各种各样不同家的 才找到比较满意的颜色和密度 现在呢 这一个是一毛 加密的 一毛的话呢 其实就是指它毛的长度 是一毫米 然后呢 之前我们用的是1.5毛的 那个稍微长了一点 然后呢 一毛的其实 噢噢噢我也会觉得一毛的也 稍微长了一点 然后加密的话呢 就是它的那个空隙不大 然后做完的话 脸上 会 光滑一些 就是脸上 会光滑一些 所以呢 一毛加密的这种 大家可以在淘宝送 然后 嗯 我是在1688买的 这个时候 垫子味会那个 要做面皮的话 首先要确定 面皮的方向 它那个毛 都是有一个方向的 你看这个样子就是顺毛 非常光滑 如果我们做脸的话呢 是一个 顺的地方 一定是要朝下的 然后如果反过来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 如果露得出来 如果反过来的话 就可以看见毛的那个空隙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反毛 我这样的叫反毛 不要转眼说一声 顺毛就是很光滑的 所以 这个也是我们家闺女的娃 所以做娃的时候呢 就一定是毛 是往下顺的 如果反上去的话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会有区别 所以呢 上 上在布上的时候 就是一定 第一步要是毛 我们找到毛的正面 然后像加密的 就有时候不太容易找 就是 左边 右边 都确认一下 然后 上面 反面的时候 你有很明显的手感 然后呢 它也会有不同的颜色 那OK 那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 下面就是要来拓 如果大家 就是对那个 有 有自己喜欢的指样 然后 因为指样 如果做过一次 就可以 就觉得不错的话 就可以把指样 用 这个是我的指样仪 用硬刻纸 就比如说 稍微厚一点的素描纸 它会有一个厚度 然后呢 也可以 用这种磨砂 磨砂片 它是塑料的 这个具体松 我也不记得了 然后 嗯 但是这个是我做那个口径包 和服装裁剪的朋友 提供给我的 然后 然后 也可以用这种塑料片 它的好处就是 你不容易画边 你看 这个是我以前经常用的 这个边 就被我画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用这种塑料片 就把那个板形 给 弄下来 那我们现在先买 剩好毛 剩好毛了 以后用手 一定要把这个压紧 因为你在画的时候 那个 手 就是布 它会 以位置 所以就一定要用手把它压紧 我为了让面皮五官的位置正确 我一般会在 嗯 这个 布上面 画一次 啊 零零三八的是 真的 布好不好 一定要把布压实 然后呢 笔心是紧紧的贴着这个指样的 是紧紧压住的 要不然那个布真的会动 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 死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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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 一样压住 谢谢 喝好了 那就可以休息了 一样 还有 一包 甚至其他部分 好 然后 把水龙膜 叠图在画好的线上 然后把水龙膜叠图在画好的线上 因为两个材质不一样 所以呢 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许出入 所以 没有关系 大体 中心线 一定要对齐 然后 大概的轮廓线 对齐就行了 因为这个误差不会太大 好 叠好了 中心线对齐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 手崩 手崩的话呢 我个人喜欢用 这种木质的 嗯 而且我喜欢用10厘米的 10厘米就 刚好会是一个 就是 划的大小 因为我的手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是用 大手崩的话 那他的 用的布料 就是需要 因为 你为了把它卡紧 旁边还要堵出来 布料会比较大 然后呢 用手拿的时候 你看 五官都是聚集在中间 这一块 你用手 就是现在用小兽崩 我拿着瘦的时候 都会用手抵在这个部分 然后呢 让我的那个针 针线好穿过 好用力 因为有的时候 瘦的太密了 他就那个针就不容易穿过去 你就要用力穿 如果手不抵在这个部分的话 很容易就会把那个布 给弄松 所以的话呢 如果这么大的话 那我的手要固定在中间 就特别麻烦 就手都会抽筋 所以呢 我不太喜欢用大绣崩 我喜欢用小绣崩 小绣崩 绣头毛的时候 可能会 稍微小一点 那 其实你的眼睛 已经绣好了 绣头毛的时候 我都是分区域去绣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配材料包的话 我配的也是 10厘米的绣崩 就是个人觉得 挺好用 然后呢 绣崩的话 也会有几种形式 比如说像这一种 就是直接 插进去的 它上崩会比较容易 这一种的话呢 它会有那个 会有槽 其实这一种 这种带槽的也好插 就是摸上去 抵下去就可以了 有一种 就是比较不好用 就是比较不好用 然后用起来效果 可能就是没那么好 就是这一种 这个兽崩 给来修盖成挺蛙 那个时候买的 可以看见 它这个地方 会有凸起 然后呢 上崩的时候 就没有 这个兽崩 整个顺畅 但这个兽崩 对好位置了以后 等 就上去了 然后这个兽崩 就是没那么容易 它因为这里有叉子 实际上 如果再布上的话 这一个 就容易造成一位 所以的话呢 新手的话 不太喜欢用这一种 然后 它也不好 调整那个 就是我们上崩 好了以后 还会调整一下位置 这个也不太好 那用这个上崩 把我身体松一点 把兽崩的上面部分 然后确定眼睛 在兽崩的 两个眼睛 在兽崩的正中间 这个时候呢 水溶膜 其实跟底下的底部 把底下的底部 扯撑 就是 扯撑 用普通话怎么说 就是铺平 嗯 铺平 然后 水溶膜 我会习惯性的 稍微往上整体 把水溶膜 往上移一点 看到没 它的线条在下面 因为 我在扑 上面这个部分的时候 经常会把水溶膜 再移下去 然后 帮上 直接压下去 看 水溶膜 就算移上去了一点以后 依然 还是 还不错 还可以 然后 把它 扭紧一点 扭紧一点 然后把布 和水溶膜 整体 拉撑 但是不要绷得太紧 绷得太紧容易 就是 出问题 如果你的布料的延长性 比较好 就是 就是为什么买布 一定要买那个 扎厚的 就是 它的延长性不是 那么好 这个是 三百六十克的 所以就 很厚 然后毛很密 它的延长性不那么好 然后呢 你绣的时候就不会出现 我有一次就是 把布 拉得太紧了 然后加上延长性 比较好 绣完了以后 整个那个 整个那个 图 它就 变形了 下崩了以后 它就缩在了一起 那个就是 布拉得太大了 上好崩了以后 基本上大概的位置 没有问题 然后看一下 眼睛有没有变形 中间线对齐 然后呢 现在会发现嘴巴 好像有点不对 那可能就需要再 调整一下 嘴巴感觉这个 这一边冰 然后这一边黏润 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都特别不好画了 你也可以在绣的时候 然后把它那个形状修过来 但是风险性比较高 就是把它稍微 线条补一下 就是把它稍微 一定要把形装准 然后布装 这个布装就完成了 我们需要使用到的工具 水溶膜 然后 手绷 高温箱 高温箱是品一 剪刀 纸胶 一会 然后 就把它 剪下来 上面 上面有可能太长了一点 你可以稍微剪短一点 瘦的时候放一点 啊 我猫真是到处飞呀 是 我猫真是 我猫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